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5月2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西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易海流经》勤满干活 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南昌开幕 作为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交流的重要品牌 《易海流经》活动已走过17个春秋 已成为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欢聚的舞台 交流的盛事 此次《易海流经》勤满干活活动内容丰富 包括开闭幕式 江西文旅推介会 干港澳携手合作 共促文旅高质量发展对话会 参访考察 行业交流会等多个环节 未来几天 来自港澳的文化艺术界旅游界代表 将前往南昌 九江 景德镇等地实地考察 江西与港澳地缘相近 文脉相通 经济相融 人缘相亲 近年来 江西与香港 澳门日益成为 彼此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 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推动江西与香港 澳门 在文旅产业 文旅消费 市场互促 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初夏时节 瓜果飘香 不少地方的采摘油忘了起来 游客们体验着采摘的乐趣 品尝这新鲜的水果 玩的是不亦乐乎 眼下正值杨梅采摘旺季 赣州瑞金云石山乡 180余亩杨梅逐渐进入成熟期 鲜红乌黑的杨梅挂满树枝 让人垂涎欲滴 据悉 云石山乡境内气候宜人 常年平均气温18.9摄氏度 年日照时数平均1838小时 该地种植的杨梅 各大 肉多 味甜 更是富含维生素C 纤维素 有机酸 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 预计今年杨梅收成8万多斤 走进赣州信丰县万农乡的杨梅基地 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的杨梅闪烁着诱人的色泽 一颗颗乌黑透亮的杨梅挂满枝头 不少游客闻眉而至 品尝才下枝头的鲜味 这个杨梅水分好足 然后还蛮大个子 个头蛮好 好嘞 而且还有很多的树枝 上面的刺味滑到你 很痛 但是摘到杨梅后 一吃甜甜的 感觉身上的伤瞬间自愈了 据了解 该杨梅基地总面积达2000余亩 今年产量20多万斤 开采第一天便吸引上千名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还带动周边餐饮 住宿 娱乐等产业链条发展 时下正是水蜜桃陆续成熟的季节 在有着水果之乡称号的景德镇浮亮县王港乡 景瑶公路边的浮亮县紫园重阳专业合作社 栽种的280亩水蜜桃陆续进入采摘期 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据介绍 2019年 村民李虎林 牵头成立了福亮县紫园重氧专业合作社 发展猕猴桃和水蜜桃种植 2020年 种植水蜜桃280亩 16800颗 在县农迹部门的指导下 采取水肥一体化管理 据出的水蜜桃鲜甜如蜜 味道特别好 我们一直自力于打造高品质桃源 通过引进新品种改善涂染结构等措施 不断提升桃子的品质和产量 吉安市青园区富滩镇 白亩羊角蜜迎来采收期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 观光游玩 果树基地大棚内 基地负责人正耐心向前来体验采摘的游客 普及羊角蜜变熟技巧 尽管棚内温度较高 但丝毫不减热情 大人带着小孩们穿梭起肩 享受采摘乐趣 价格很实惠 刚刚摘了一下 吃得很甜 很脆 这个口感真的还不错 而且比超市还要便宜 所以我打算多摘一些回去分给我的家里人朋友 让他们也来尝一下这一份夏日的香甜 基地负责人介绍 今年基地特意选取羊角蜜新品种进行试种 探索采摘油销售途径 并且在品质把控以及营销推广上下足功夫 结合即将到来的六亿儿童节和端午节 推出特惠采摘油系列活动 自1973年 湘西组建第一支医疗队赴突尼斯执行圆外医疗任务期 50多年来 我省已派出40多批原外医疗队 为非洲人民提供临床医疗服务 为宣传报道这些不畏艰苦大爱无疆的江西原外医疗队员们 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设置组 将启程赴非洲实地采访制作特别节目 跨越国界的守护 5月28号 江西广播电视台影视旅游频道 举行了特别节目 跨越国界的守护 设置组赴非洲采访拍摄启程仪式 该设置组将远赴扎德 突尼斯 围绕江西与医疗园建国的支援合作项目 以医者人心 异国生活 更续友谊 大爱担当等核心内容为主题 进行深入实地采访拍摄 详试记录江西圆外医疗队跨越山海 就此扶伤的真实故事 回国之后我们会把素材制作成大型节目 跨越国界的守护 同步我们也会把其中的亮点提炼 制作成若干各短视频 在各大新媒体进行投放 我们也期待这一次我们能够拍好 诠释好圆外医疗队这一时代楷模的生动故事 最后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传播 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群可爱的人 为生动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我们的力量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